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也歡迎你來到2021年的 新一年開始 我們不如做一個簡單點的菜 讓大家不要那麼卻步去煮食 煮過什麼呢? 煮一個家常西餐 一個叫做蘋果菠菜燜雞 沒錯 是一個西餐來的 但是很容易煮 也很快可以煮完 我們馬上開始 好,來囉 當然我們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雞 我們這次用了新鮮雞 我選了雞腿 當然你可以用雪藏雞 最好是連骨 我太太買過一些有機雪藏雞 連骨 Bone-in 那些都挺好煮的 但是如果你只用雞排 都可以 不過最好就是油皮 今天我們就用了新鮮雞 OK 好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東西 就是醃了雞腿 很簡單的 我們呢 先攤開一點 我們是要用鹽 和胡椒粉 說明是西餐 醃料通常都不外乎鹽和胡椒粉 先攤開 先攤開一點 好,然後到另一邊 醃一會就OK了 先把它放在一二邊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預備一些配菜 其中一樣配菜呢 就是這個 鼠尾草 嗯 配雞呢 都是挺香的 其實除了這個 迷迭香之外 還有鼠尾草配雞 都是一個嘗試 你可以試一下 OK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 鼠尾草 切碎它 我們把一塊鼠尾草 搭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就捲起它 然後切絲 切絲之後呢 再輕輕 切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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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放在碟上 其實有件事很重要 你要記住的 就是我們切這個 香草的時候 最重要的把刀 和你的砧板 都要乾 如果不是呢 那些香草就會變黑的 OK 當然最好呢 就是 到最後才切 不過呢 我們因為 這個鼠尾草 都偏乾 它早些切都OK 因為針盤仍然是乾 OK 好了 接著 我們切我們的 乾蔥和蒜頭 乾蔥呢 我們就切薄片 蒜頭呢 我們就要切融的 好 好 乾蔥完成 先放在碟上 然後 蒜頭 好 OK 先放在碟上 好了 暫時呢 所有的配料呢 都已經是切到七七八八的了 唯獨呢 有一個蘋果呢 我們未切的 因為呢 我們要等個雞煎好了之後 才去切個蘋果 因為呢 我們這麼早切 這個蘋果就會變 啡色 當然你可以說 啊 不如我們 切完之後 加點檸檬汁就可以了 這樣 你又浪費了一個檸檬 我們又有時間切 那不如 一會再切吧 是不是 OK 另一個材料呢 就是菠菜 菠菜呢 你可以選 大那些菠菜 但我今次就選了菠菜苗的 洗乾淨了 然後切了那個 筋那個位 一會兒再用一下 好 那我們煎雞了 我們一開鍋呢 就要加點油先 當然呢 我們要等到那個鑊是很紅 才要加油 是不是 這個煎肉緊的了 走不脫了 OK 跟著 我們呢 就要將這個雞皮下 OK 好 好 我們有這個雞皮呢 就煎它大概五分鐘左右 等它脆了 千萬不要動它 五至六分鐘左右 然後就反再煎多三至四分鐘 然後就拿起它 OK 好了 沒有動過它 煎了五分鐘了 我們先看看 啊 算漂亮 都OK 這個 好 跟著呢 我們就反一下它了 反了它之後呢 我們再煎多它 四分鐘左右 OK 又是不要動它了 哇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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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雞呢 小心翼翼地呢 放在一個碗裡 好 先 好 哇 多漂亮 你看 好漂亮 跟著 我們開這個中慢火 那你見到呢 我們就沒有 沒有煎走些雞油 還有些 肉渣在這裡 因為呢 這些才是精華的所在 OK 跟著 我們要下什麼呢 我們要下乾蔥了 然後下我們的鼠尾草 先炒香它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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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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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真的很香 跟著 下這個 蒜蓉 蒜蓉 我們要記住呢 千萬不要 炒焦它 一炒焦了 就苦了 你預算 三十秒就夠了 然後 跟著 今天的主角 我們呢 就用這個 Apple Cider 超級市場 可以賣的了 半罐 剩下半罐 做什麼呢 當然是自己喝 煮東西吃 這麼辛苦 你看看 加冰 最緊要 OK 然後呢 跟著就要加這個 Apple Cider Vinegar 即是蘋果醋 跟著 哇沙米 我們要加些哇沙米 哇 這個新開 加點兩份刺激 加些哇沙米 再調味 加些鹽 再加些胡椒粉 我呢 就要加少許糖 OK 記住拌勻 那個哇沙米 你煮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渣 黏在鍋邊的話 記住 掃到醬汁 OK 如果不是呢 它也會變苦的 有它這個醬汁呢 就煮大概 分兩分鐘 等它收一收水 等它的味道 再濃 一點點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放回 這隻雞下去 然後呢 再加些雞湯 OK 你會見到呢 那些醬汁呢 開始 結身了 現在呢 可以放回那些雞下去了 這樣啦 這樣啦 記住 雞皮呢 就一定要向天 OK 因為呢 雞皮煎得很脆 你放回那些醬汁 就浪費了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加雞湯 你可以加中國人的雞湯 OK 我就選了這個有機的西人雞湯 OK 我們就用這個 這樣倒下去 技巧來了 因為我們的雞皮呢 是很脆的 是不是 我們就不想做這個雞皮軟 我們呢 就要將這個湯呢 就倒在 那些雞的粒 即是那些 汁的位置 OK 不要倒到那個 碰到那些雞皮 就是這樣啦 不要動它 繼續用這個 中慢火 然後呢 我們就半蓋蓋 不要蓋了 然後呢 就等它煮大概 15至20分鐘左右 這樣呢 等那個雞肉呢 完全熟透了 那我們就可以 最後那個步驟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 加入一些 菠菜 和這個蘋果 進去煮的 OK 好了 那當那個雞呢 就離得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切這個蘋果 這次呢 我們就選了這個 富士蘋果 它呢 不是太爽 但是呢 甜味就剛剛好 因為呢 有一些呢 特別爽的蘋果 比如好像 艾菲蘋果 它是 超爽甜的 但是呢 一煮下去之後呢 它就 太爽 就不軟 就不太搭 於是呢 我們就選了富士蘋果 OK 搞定 煮的菜 真的很好 因為呢 一邊煮一邊吃 嗯 好了 那我這一盆雞呢 我就煮了15分鐘 看看看看 先 啊 好看了 好看了 我們看到呢 這個醬汁呢 開始結了 那麼 皮呢 仍然是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 那隻雞呢 又要拿出來 因為呢 我們要煮 菠菜和蘋果 了 開大小小火之後呢 我們就 放我們 菠菜下去了 然後放我們 蘋果 拌拌 去煮 基本上呢 你煮到那些菠菜呢 呃 縮了 那就OK了 好看 好了 就搞定了這個 蘋果菠菜炆雞了 我們這一個呢 那這個呢 都是一些西式的家常便飯 希望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 然後跟著來做 就可以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啦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